各界專家以科學實證還原當時多恐怖 在日本這稱作群眾雪崩 日本電視台攝影棚以假人道具 逼近百分百還原離太遠現場 これは密集した場合 人体にどのぐらいの圧力がかかるのかを実験した映像 幅およそ1.3メートルの空間に28人が入り 壁を押しながら狭めていきます 狭い空間で人がすしずめ状態になり かなり密な状況に 而若以面積來測試臨界程度 以1平方米大約是完全攤開的報紙 不到2張半的面積來說 以亞洲人体型 占滿10個人就已經完全無法動彈 当時的狀況 推測1平方米最多挤了14到15人 光站著不動 就需承受100公斤的壓力 若人潮開始移動 狀況更慘 60kgの人員100人が集まると6トン しかし、人が一方向に反省する場合 それより3倍 約18トンの圧力が加えられる 専門家の説明です 18トンの压力来襲 足以窒息 体内脹器破裂 過去の專家教防止踩踏 要把身體儘量全縮保護自己 但以離胎院的情況而言 就算全身縮成一個蛋的形狀 都難以保命 記者綜合報導 水神跟病毒 細菌在打架時會變成水 沒有殘留任何污染性 一天使用百次千次 其實也不會傷到你的皮膚 家裡有小孩的孕婦都可以很適用 哪裡買得到水神生成機 請上快點GO 輸入我的推薦代碼 就會有折扣喔 輸入我的推薦代碼